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 买车的人越来越多 随着来的车位数量也越来越紧张 可能车主找到车位 就会随便振用别人车位 但用公共场合等 阻挡别人出行不说 振用了消防车道等等的 更可能会间接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等等 都说现在乱停车的是大爷 油盐不进转移不迟 就是站着车位不走 但是倒过一尺某个一丈 还是有人不信这个邪 这不一起起压乱停车 结果被人在轮胎上 刷了一个大煤气罐 还以为奥迪车主遇上了更霸道的 这位车主本想见个朋友 停车时找不到车位 正想看到不远处有个空位 而见朋友又不需要太长时间 应该过会儿就能出来 所以便慢慢的停了进去 谁知道见完了朋友办完了事儿 是没多久 但出来却见到了默瞪口大的一幕 他的爱车轮胎 已经被螺丝刀戳成了四位 气得他当场差点晕过去 也不知道是谁和他有这么大的仇 这可是他的心智啊 一套轮胎可价值不菲 扎成这样相信大家 也对车主有了很大的同情嘛 虽然这件事因车主而起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过激动了 就好像是每一刀都扎在了车主的身上一样 连终人都停下到车子观望 直较可惜 相信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之后 这些乱停车的车主 应该再也不敢乱停车了吧 大家有车的朋友也要引违见哦 不然像上面这车主一样 可就后悔莫及了